哈喽大家好 那我们接着昨天跟大家讲的 东西啊 昨天我们讲的 昨天晚上跟大家录的的是一个关于 这个table button 标签 button 空间的按钮 它是一个空间 对吧 一些属性 还有一个关于它的事件 然后讲的有点长 后面的话 我想了一下就是以后我们 因为它的空间还有很多 后面内容内容挺多的 但是我你看我后面又整理了两 昨天讲完 button 之后 我又整理两个 image 和 text input 准备今天来讲的话 然后昨天讲那个属性讲的有点 讲这几个就时间就拉的比较长了 然后后面大家给看一下这个 昨天我整理资料的时候 这个text input 就是一个输入法的 它有这么多属性 那我们一个一个讲的话 可能就视频也做得很长了 所以我决定 后面的视频都就 简单的讲几个常用的一个属性吧 然后后面不常用的属性的话 大家可以去自己对的这个属性 这个我这个笔记 就可以去看了 而大家去先首先第一次的话 还是他全部看一遍嘛 看一遍我个人就是这样这样的啊 先全部把属性看一遍 然后脑子里面有个印象 然后当我们要写项目啊 写代码的时候要用到的时候 我们去翻这些啊 翻找这些资料 然后来使用啊 因为我们不可能说每一个属性都记住 是不是啊 所以的话大家可以直接用这个我的笔记看 或者是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啊 在这两个地方吧 我都放在这两个地方了 我刚刚测试了是可以访问的 Kiwi 我们看一下啊 我把它 咳嗽还没好 不好意思大家忍耐一下啊 我把它整理到了这个视频代码笔记这块 然后这有一个属性卡 大家可以 我下载一个看一下吧 比如今天要讲的这个 我下载一下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大家就可以对到这个属性卡 去啊 去看了去啊 就是要查嘛 比如你要查的话 就对了查就行了 好 我这边关掉 好 呃 就这个这边讲 呃 就是等于这个情况 好 那其他的 还有一个就是 呃 我们写代码的时候 对不对 啊 原先我昨天已经写了这个py文件和kv文件 然后做了一个例子嘛 后面的 后面的一个 啊 后面的一个叫什么 一个空间的话 他的写法也都是一样的 啊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 遵就着我们以后代码的 呃 写项目的要求 我们还是用kv文件 在py文件的话 我这个 UI代码我就不写了 啊 加快我们的效率啊 啊 不浪费大家的时间 好 然后大家可以举一反弹 如果你要项目比较短的话 你要写在一个文件里面 对不对 我就想写在py文件里面 啊 大家就可以按到这个button的这个大概的一个参考 啊 来写就行了 好 那我们今天就 啊 浪费时间了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个label标签吧 好 label标签的话 就是 label类啊 他是用label类来创建一个标签 它是一个空间对不对 啊 他这个大家应该都很了解 比如这个 啊 像这个东西对不对 这些小东西我们都可以看作是一个标签 啊 都可以看作是一个标签 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按钮对不对 那就看到大家自己是怎么做了啊 啊 这个东西很灵活的 我们是可以用啊 按钮去做也可以用标签去做啊 就看待大家自己的需求啊 标签 那我们直接来用代码看一下吧啊 啊 08 nabel 好 好 那我们还是拷贝一下哈 加怪速度 我们复制一下 好 把不需要的先删除吧 我们前面讲到现在全部用 那个 用kv文件是吧 把这个删除 我们直接保留这个头就行了 然后这个也不要 然后讲解的话 我们还是用一个用一个布局吧 啊 随便用一个布局 然后的话 这边改一下 来不表现 啊 啊 这个改掉啊 哎呀 删多了 好 现在就可以了啊 我们简单的运行一下 现在什么都没有的 啊 他只是一个黑黑的窗口是吧 好 那我们在现在是创建一个 这个啊 这个kv文件 我们也是直接拷贝一个吧 随便拷贝一个啊 把这个名字改下就可以了 叫全部小写 大家注意啊 nabel test 写这么多 应该大家应该清楚了 然后把这些删掉 啊 留下一个我们的 啊 定一个页面 好 那我们现在来写一个 啊 nabel表现是不是 nabel表现 nabel 标签 好 他这个叫什么 在啊 我前面好像跟你讲了 他这个在q文件里面的啊 也是用几号啊 进行注释啊 啊 然后 啊 nabel 啊 这个是中文 英文去了 好 那我们现在的话 定义他的属性啊 属性的话通用啊 这边再讲一下 他有一些通用属性 我现在也不讲了 大家看下我这个笔记啊 前面我跟大家讲了 这个通用属性 你看这个 他有好几个是不是 一个坐标系 啊 他大概坐标系 都是这种的啊 然后这个坐标系 我再讲一下 他这个是比如是 呃 我自己很多 比如他的一个空间 是不是 他的坐标系 都是参考他的 他自己本身 或者是他的副窗口啊 所以我 当时讲这个坐标系的时候 只是拿这个窗口 主窗口来讲 对不对 我们当时只是一个 button 空间吗 对不对 啊 所以这个与参考 但是当后面我们的项目 就是层级多了 比如我 我这边有一个 还有一个布局 几个布局对不对 布局里面还有布局 是不是 他的参考的坐标系 就是他的副窗口 啊 大家这个理解吧 好吧 这是一个通用的东西 我这边再提一下 昨天没有讲那么细 今天再补一下 然后的话这个尺寸 我上面也标有了通用 是不是啊 尺寸 我前面是写的大小 我后面改一下 因为是size嘛 我还是改成尺寸了 名字吧 这个通用 我这边也写了 还有个位置通用 这几个属性的话 也是通用的 所以我后面在这个按钮的话 不是按钮啊 后面在讲这个空间的时候 我也不再提这个东西了 因为他都是通用的 大家可以都有这个属性 大家可以设置就行了 好吧 我们是讲一些 讲一些 常用的一些没讲过的属性 好吧 好 那我们接着来讲 首先他第一个 这个还是要写的 这个text 就是他的内容 我们还是也不用英文了 不要也不用中文了 也不用中文了 我们就还是用英文 省的就省一个添加我们的字体嘛 显示中文 大家不知道的话 还是可以翻一下前面的视频 或者笔记 好那我们简单的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这个效果 哎 不好意思 应该运行这个 大家看是不是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标签 他什么都 目前是什么都做不了啊 当然他后面是可以添加一个响应事件的 比如点击是不是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属性啊 我们大概的 我们大家的一起来看一下 啊 啊 他有 他有标签文本 标签文本大小 这个 这个有两个要注意啊 标签文本大小是跟这个 自己大小它区别 标这个什么标签文本就是 他是一个容器是不是 你把它看成一个容器 就是那个标签 他有一个格子 你把它看着啊 他这个格子里面 你你的字是放在他格子里面的啊 但是你的字不能超过他的格子 超过他的格子 你只能显示部分了 好这边我演示一下啊 首先我们用这个 啊 我们设置一下他的 呃 size吧好吧 啊 默论是那那是不是 他就没有设置 就是说没限制 你字有多大 他就帮你填充多大啊 比如现在我现在设置一个他的 就是他的我们现在设置中文的时候 是不是啊 这个我就不讲了 那方的size 就是这个字体大小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现在的大小是多少啊 啊 是这个样子 我给大家截个图啊 给大家截个图 等一下做个参考啊 他是这个大小 然后现在我们设置一下他的 呃 font size 啊 设置他的大小 我们设置成设个30px好吧 啊 或者sp吧 算了 px吧 我习惯了 好我们运行一下 啊 这个不好意思 要用啊 要用这个 他报错了是不是 要用这个 呃 呃 这个引号引起来 字符串对变 啊 大家对比一下这个就 字体就变大了 是不是啊 好 字体变大了 然后我现在再切个图 啊 看一下因为对比效果吗 是不是啊 啊 然后我们把它关掉 然后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 啊 刚刚这个首先叫什么啊 啊 刚刚那样标签文本大小就是啊 text size 我们现在来设置一下他就能看出他的效果了啊 啊 text size 啊 比如我们设成他是一个原主是不是啊 啊 啊 这边我再提一下啊 前面有时候我是写了这个原主啊 啊 我们现在看一下啊 20啊 或者是什么20 我运行一下啊 啊 大家看到没有 他就显示不了了是不是啊 他只显示了哪个字呢 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字啊 反正是显示了这个币是不是啊 啊 只能因为我们的盒子是写的那么小是不是啊 所以他只能写那么这么小 然后刚刚我停顿了一下 要讲的是什么东西呢 啊 他在kv文件里面 他本来是个原主或者是一个列表是不是啊 啊 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啊 他是一个原主啊 那那是不是他默认的是表示无限制 这个原主 啊 我们也可以写这个原主 但是在kv文件里面 大家也看到我有时候写的啊 我这怪我自己没有规范 有时候写了括号 有时候没写括号 就是原主或者是这种啥的写 他都可以啊 他只是在kv文件你可以 但是在py文件里面不可以啊 所以的话大家规范一下啊 但是都可以 我跟大家再演示一下啊 是不是也是正常的 是不是啊 啊 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习惯吧 啊 所以大家还是添加一下吧 添加一下这个 列表啊 或者是用列表的这个方括号 或者是用原 啊 这个原主的括号都行啊 为什么呢 啊 因为啊 到时候你怕这个py 你写习惯了到py里面 啊 就不写了是不是 他官方是可以不写的啊 看按照个自己的要求吧 然后的话我们 啊 然后把它设置大一点啊 500 我把它设置成500 他应该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是不是啊 啊 这就显示了啊 那为什么他又显示到这个位置来呢 啊 那显示为什么显示到这个位置呢 大家考虑到考虑过没有 啊 我给大家几秒钟考虑时间 为什么会显示在这里 那对 因为他是 他原先默认的 他会 你有多大 钱多大 对不对 所以他可能就是 就是正好就是你这个这么大 他的框框啊 大家想象一下 我还是画个图吧 画个图 他默认的一开始的时候 比如我们没设置他在家 对不对 他是他当当对不对 你质有多大 设置多大 他就显示多大 比如他你的质这么大 他就显示这么大 然后他就居中显示了 是不是 对不对 然后现在我们设置了一个 这么大的框框 是不是 大家理不理解 所以我们这个字就显示在这个位置了 他有一个默论的显示点吗 是不是 能不能理解 可以理解 是不是 大家想一下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设置他的位置 来设置 所以你在设置位置的时候 又要考虑一下 我前面说的那个 关于副窗口 就是那个坐标系的问题 当你在设置这个字的位置的时候 他的那个坐标系又是 就应该参考这个 Label这个狂狂的这个 这个坐标系了 就是应该这个坐标系了 你到时候又别别 拿这个窗口的坐标系来进行 进行参考 你说那你就会想到你说 为什么我这个设置不到那个位置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东西 这边我也不切图了 大家 理解就行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属性 其他的属性的话 还有一个颜色是不是 颜色我们前面没讲 我们就跟大家演示一下吧 就是color 好color的话 它也是一个前面我们讲的RGB RGBA格式 好 那我们这边就 我习惯用 用圆祖啊 我这边就跟大家设置一下 255 随便写一个吧 1 好 那透明度的话 就是全全部显示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效果 好 是不是 他就颜色就变了啊 这个青色 好吧 然后其他的属性的话 我们看看还有什么属性 大概 跟大家快速远远了 好 其他的就不讲了 其他属性太多了 也不那么重要 还讲一个属性就是 关于这个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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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 ref re 还是果然 我的发音不好 ref 这个ref是什么 什么东西呢 它是一个标记 跟后面我们 裝建文本 要对应 对应来使用 标记文本对应来使用 这边?我把代码复制进去 复制进去 算了 不复制了 我们直接讲 后面他有一个标记文本 标记文本是什么呢 我这边跟大家解释了一下 它就相当于是样式 就相当于如果大家学过HTML的话 就是前端嘛 Web开发前端 大家应该就有所了解 它就是一个样式 给我们那个文字添加一个 颜色呀 大小呀 什么东东东东东西 对不对 它这个样式里面 会跟我们前面的一个属性 有一些重复 比如我跟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初级什么东西太简单 我就不讲了 我给大家简介一个什么 比如带个下滑线 是不是 带个下滑线 然后这边注意一下 这个有一个注意 当我们需要设置标记文本的时候 也就是我习惯说是样式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它 在它这个level标签 有一个mark up mark up属性 在哪里 我看看 就这里mark up属性 我按设置成false 设置成chue 它默认是false 它这个东西才会生效 首先我们来设置一下 首先我们就逆着来 我们就是来一个错误的 就是我们现在设置它的 在这里 它是在text里面设置它的 文本叫什么来的 文本标记文本 就是样式 我习惯写 它的我们设置 带下滑线 带下滑线 u-u 注意是在我们的字符串里面写 字符串里面写 大家别写到外面去了 好 我们用 好 然后的话 它有一个结尾叫什么 -u对不对 它就有点像 html html 那个格式有样的 好 这里就写完了 这个是没有效果的 这个是没有效果的 我们直接来运行一下 是不是 是不是 它就是照常的给我们显示了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 我们需要把这个设置开 就是mark mark up 对不对 少了一个印 mark up 设置什么 设置成为chue 是不是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效果有没有用 我写错了吗 我看一下 Mark 我写错了 不是Mac Mark 我写错了 Mark 运行一下 它就变成了 为什么会消失 可能我是把 我把颜色什么东西 全部取消 全部取消 好 大家看一下 就 它的下滑线就可以生效了 是不是 这是一个下滑线 是不是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 什么呢 随便看一个 比如看一个删除线 S S 把它变成S 这边再讲一下 它的这个是可以叠加使用的 可以叠加使用的 看一下 是不是 这就是一个删除线 好 给大家演示 简单的演示一下 那我重启一下 我这个 这个东西 我有一些东西没 哎呀 我点了一个没事 不再询问 是不是 好 大家等一下 这边有部电影 好 大家看我座面有部电影 大家也可以 喜欢看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有资源的话 大家去搜索 没资源的话 怎么怎么打开 没资源的话 可以大家可以 这边看一下 就是比如你输一个漩涡 是不是 我直接考吧 这个字 应该是读漩涡 是不是 可以去下一下 看一下 还是挺好看的 我自己九步的话 我都看了 最近比较火的 一个刚上映的 但是字缘的话 没有 我个人感觉 没有前几步 前几步好看了 好 这是题外话 插一下 好 因为我前面设置 这个快捷键 失效了 看一下 卡住了 稍等一下 嗯 还是没有 好 不管了 我们等一下 后面我去调一下 我们就接着讲 后面的属性 后面的属性 我也不讲了 最要再讲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关于这个 lef属性 我前面提了一下 然后就插过去了 它这是一个 大家看一下 添加一个交互式的 引用区 它这边有写 然后后面 我有光 重点的写出来了 它是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 on on什么 onlef place 事件 相当于是 它需要 这个level标签 需要通过 这个标记 通过这个标记文本 通过标记文本 来实现这个事件的 事件的触发 距离是什么呢 我看一下 当用户点击 文本标记 ref标记过的文本后 就会触发 这个onlef place事件 当然我们别忘了 把这个markup设置为 tru 是不是 就是和 button事件 有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怎么弄 直接的话 我们就是 onlef onlef place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事件 当然我们这边 要添加一个标记 对不对 什么标记 ref标记 对不对 ifref标记 这个标签是可以叠加的 我前面跟大家讲了 是不是 好 然后我们还记得吗 这个东西 就是好 我刚刚前面好像是 这个root 对不对 这个东西 我前面昨天说要跟大家讲的 刚刚又忘了 那我还是推到后面那个视频跟大家讲吧 就是关于他几个关键制 我们现在先就这样去 记住这个格式 好吧 我们先写root root点什么 我们要把把你的事件 对不对 我们现在还没有写 我们就先随便取一个吧 就是 label label什么呢 label lef label标记 好 就这个吧 好吧 那我们把我们自己传过去 好 然后我们在我们前台 需要什么 写一个我们的 接受我们的这个事件 对不对 一个回调 回调函数 叫做什么来着 label lef 好 那我们 那呢 我们这边要有一个label 接收一下 回调函数 回调函数 接收 接收 ref 事件 好 那我们来打印一下 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啊 ref 事件 触发了 啊 啊 触发了 啊 然后我们这边 啊 试一下啊 好 带 哎 怎么会显示一半的 我看看啊 哎 我这个写错了吗 我看一下 嗯 哦 好像忘了哦 对 忘了一个这个stream啊 不好意思啊 啊 他一个标记 这是一个标记吗 对吧 label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所以的话 我们刚刚在学的时候 呃 像我也不是很很熟悉 是不是 会会漏了参数 或者是参数写错了 啊 错了的话 没关系 我们直接多用啊 多看啊 多多来几遍 就可以把它给记住了 是不是啊 然后我这 而且我这里是有一个错误 他这边人家跟你我们写了 是什么啊 stream 就是一个字符算 是不是 然后我写成什么了 我写成这个了 但是好像也没有效 没有影响 我们这个还是改回来 对 哎呀 这个是中文的去了 中文的去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 但是好像刚刚那个也不影响 是不是 是不是没影响 因为我没有重新运行啊 还是刚刚那个效果 但是好像也触发了 但是我们还是按照他的规则来写吧 好吧 我们再运行一下 嗯 添加了好像是错了 所以他还是 还是一个不需要添加这个 这个东西啊 我刚刚理解错了 他应该在我们这个视频这边 已经是一个字符串了 已经是一个字符串了 是我刚刚理解错了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 我们再运行一下 我们看效果 我们点一下 点一下 点一下 是不是出发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运行台这边啊 Ref事件出发了 然后这边 我再提一下的话 再提一下 当我们这个 这个所有的事件都是一样的啊 事件出发都是一样的 通用的 这也是一个通用的东西 写法 就是当我们要写好几个事件的话 比如写一个简单的 是不是 我们是需要进行一个回车 在我们QV文件里面写的话 比如我们要绑定好几个事件 是不是 我们来写一下 比如我们再绑定一个什么 绑定一个打印 哎呀这个 好写在这边啊 这叫什么呢 中文的去了 这是第二个事件 对不对 或者我们要绑定第三个事件 是不是 root 我们再绑定一个 Level 呃 是不是 我们写一个03 当然我们这个就不需要接收这个函数了 呃 事件03出发了 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我们运行一下效果 好 首先我们看一下 大家 大家注意一下这左下角这个运行 呃就是调试窗台哦 我们控制台 我们看一下看一下控制台 我们点一下效果 好 大家对比的看一下 我们这边是绑定了三个事件对吧 啊 第一个是呃 第一个是就是这个事件了 对不对 呃 ref事件出发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 这一个打印啊 这是第二个打印 第三个是ref事件出发了 是不是啊 啊对不对 呃 然后的话这边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呢 所以这是一个格式 呃 我们需要换个行 将当我们有需要绑定多个事件的时候 啊 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啊 呃 我还是编辑一下吧 在Level里面 我还是写到里面 因为到时候呃 因为是笔记嘛 呃 写的全一点也没坏事 呃 呃 呃 叫什么呃 当 当需要绑定多个事件的时候 呃 呃 我们需要 在 pv 呃 文件内 需要进行 需要进行 缩进 换行 缩进 呃 参考 下 约代码 好 我们这边拷费下来 把这个备注一下在在这个位置啊 给到这个位置 然后把这个 啊 复制一下吧 呃 我这边也试一下当 呃 当 呃 设置标记 标记 文本 的时候 标记文本 的时候 标记文本 将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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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up 属性 设置为 q 好吧 我把这个代码附近证据 呃 我换在这边吧 哎呀 然后我这边 背注一下 这个是一个 呃 这个叫什么 label 呃 label test 点 kv 好 这是这个文件 啊 已经看见在里面了 好 呃 我看看其他的 我们大概还没有其他属性啊 其他的话还有一些属性 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的试一下 啊 尝试试一下 最主要的话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就是 呃 一个标记文本 标记文本的话 我们需要注意的话是需要把这个markup 属性设置为q 然后的话 啊 设置为q的时候 当我们要设置一个还有一个onlef place 事件的时候 当时我们要为这个label标签设置一个事件的时候 我们需要启动这个 呃 if 啊if这个标记 啊标记文本 呃在我们的需要的字段啊 大家注意一下啊 呃 他这个标记文本是在具体的字 比如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小强 在小强这个上面标记 我就把它移过来 啊 再给大家讲一下啊 呃 我测试一下啊 你需要哪个哪些字 哎 哪里错了 哦 哎 可能 你删 non type 等一下我看一下我哪里错了 我这里没错吧 嗯 if non type 没有这个 哎 我看一下爆错是哪里了 哎 我刚刚是删到哪里了 on place 呃 呃 呃 我对了好像哦 对我知道了 这个东西不能写的这块 呃 呃 不能写的这块啊 看一下 啊对不对 啊对了 呃 所以这边我跟跟大家讲一下啊 我再拷贝一下吧 呃 然后 我再写一下这个东西 我再测试一下这个东西先 等一下我再被捉啊 另一下 好大家看一下 我刚刚调整的什么呢 呃 我调整的把这个 ref 我调整到这个 这个标签调整的club这边了 它会起到什么效果呢 就是说 被这个标标记文本标记了这个文本才会起 就是我们触发我们这个ref place事件 啊没有标记的这个是不会起效果的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呃来试一下 大家注意我鼠鼠标的位置和这个控制台的显示效果 首先我们点 这个 点击什么 点击我们前半前半部的小墙是不是啊 这个部分我点击一下 啊没反应 是不是 然后我们再点击一下这个club 啊这个后面这个标记了的我看一下 是不是啊 他就一下出发了三个事件 是不是啊 就等于是这种 他只会在我们标记的地方触发这个事件 然后还有个 刚刚我这个做注释的时候 啊大家不要在后面注释 我刚刚做了个示范 错误的示范啊 要不会报错 我们需要在他的上面做一个注释 好 我这边再把这个代码附进上去吧 啊 好 啊 把这个代码重新复制一遍啊 哎 哪里我看一下啊 啊 这块 好 就可以了 然后我这边再做个注释啊 注意 啊 在做 在 qv 文件 内 做 做什么 做注释的 时候 啊 不要接在 代码的 后面 否则可能出现错误 啊 就是这个这个效果 应该就差不多了 关于这个level表现啊 我感觉也讲的很长了 好吧那我们这个 这个 换这个level标签的话就写到这边 然后下个视频的话 我跟大家补充一下简单补充一下 这个 呃上个视频 啊跟大家说要讲的这个 这个 叫做key 里面几个关键词吧 关键字 好吧 好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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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